哈喽,各位文化痴、艺术迷、故宫粉 大家好,我是AJ 欢迎来到每周一文物 这是每周一晚上介绍一件中国艺术品的节目 今天是第五集 这一集要介绍的文物是绘画作品 这件绘画作品不是台北故宫的馆藏 但是从2021年7月24日至9月21日 在台北故宫展出 这件作品是由李承所绘制的独胚科实图 李承与范宽、董元、合称北宋三家 他们三人都擅长三水画 也称为三家三水 李承的风格影响了郭熙与王生 这一幅画对于中国绘画史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绘画作品 它为什么重要 我后面会好好的介绍 在介绍今天的主角独胚科实图 之前我要先介绍一座博物馆与一位收藏家 这一座博物馆是位于大阪的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家不要听到市立美术馆就觉得市立美术馆 说的东西应该一般般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大阪市立美术馆很威 而且我跟大家讲大阪市立的博物馆有两个很威的 一个是大阪市立美术馆 另一个是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喜欢中国瓷器的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喜欢中国书画的朋友 我今天介绍的这座博物馆 一定要放在你的朝圣清单上 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馆藏其实不太多 大概就是8500件左右 这一个馆藏不太多的博物馆 但是它在整个中国书画收藏里面 可以跟台北故宫 北京故宫 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很多重量级的博物馆 平起平坐 原因就是收藏家阿布房次郎 阿布房次郎 他是1868年出生 1937年 辞世 他是关西地区的商业巨股 阿布房次郎 本姓十 28岁时 与靖江商业巨子 阿布是太郎的长女结婚 婚后改姓阿布 之后参与阿布家各项事业 像是纺织、造子 透过自身的努力 成为关西地区、政治与经济的要员 阿布房次郎对于中国书画非常感兴趣 他大概是在20世纪初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 辛亥革命后开始有系统与大规模的收藏 内藤湖南与长威宇三是他重要的智囊 1937年阿布房次郎过世1943年 他的儿子阿布孝次郎把他父亲所收藏的160件中国书画捐给大阪色地美术馆 这一批160件的书画听起来不多 可是他里面有许多艺术家的传世孤品 就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件毒碑科石图 他就是目前我们要介绍李成这一位画家的时候一定会拿来引用的画作 那我们就要介绍今天的主角李成登场了 李成他所生活的时间是古代末期到北宋初年 他是唐朝宗室的后裔 他一开始在学画的时候是跟金浩关同学画 后来他开始观察大自然 所以我们能看到李成的绘画主要都是以山水画为主 在宋徽宗时期所编撰的宣河画铺里面有记载 徽宗朝的内府总共收藏了159件李成的作品 可是真伪难辨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李成的画作在北宋初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跟李成收画求画 让李成有很大的困扰 后来李成的画作基本上都留在家里面 李成过世之后呢 他们家的后人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就一把火把家里面所收藏李成的画作全部都烧掉了 所以导致米福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当今已无李成增机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李成的画作大概在宋徽宗的时候就没有增机 所以我们要认识李成的绘画风格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收藏于大阪色力美术馆的独碑科石图 这幅画它的高度大概是125公分 它的宽度大概是100公分 它是一件挂轴的画作 独碑科石图的主要看点有三个 人物、石碑与背景中的三石数目 我们先看石碑 碑额、碑森与碧森完整都在 在碑森的侧面有一行非常模糊的字 写到王小人物、李成数十 这就是作品被认为是李成的关键 当然是不是李成的增机 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除了提到三石的部分是由李成绘制 人物的部分是由另一个画家王小所完成 王小的身足不详 只知道与李成是同年代的人 碑前有两位人 骑在锣子上的长者为主人 一手牵锣 一手拿拐杖的为同仆 主人细细端详石碑 这样的题材源于曹操与杨修一同观看《曹娥碑》 这个故事出自《试说心语》 有一天曹操与杨修路过《曹娥碑》 看到石碑背面有 黄娟、幼妇、外孙、姬舅这八个字 曹操对杨修说 你能理解吗? 杨修回答 能理解 曹操说 你先不要告诉我答案 让我边走边想 过了三十里之后 曹操才说 我知道答案了 就是绝妙好词 杨修表示正确 并说 黄娟是有颜色的诗 色与诗两个字合起来就是绝 幼妇就是少女 少与女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妙 外孙是女儿的儿子 女跟子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好 激旧是接受辛辣材料之后捣碎的器具 瘦和心两个字合起来就是词 所以这八个字合起来就是绝妙好词的意思 曹操听完之后 长叹了一口气 我的财气不及你阳修 我俩的差距相差了三十里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 在三国时期 词这个字的写法与现在不同 当时的写法是 左边为瘦 右边为心 石碑周围围绕着树木与三石 为了表现寒冷地方的树木 里程把树枝画成类似蟹爪的样子 这样的风格称为蟹爪枝 三石的部分 里程把它画成类似云在流洞 所以称为卷云村 这样的表现手法 跟里程居住在山东营丘有很大的关系 蟹爪枝与卷云村为里程首创 这样的风格影响了后代许多的画家 其中获得里程真传的是 宋代中期 神宗皇帝喜欢的汉林院画家 他的代表作就是台北故宫真正的镇馆三宝之一 早春图 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 内行人在看门道 外行人在看热闹 这一幅独碑科斯图 他又可以看热闹 他又可以看门道 如果你是中国艺术史的学者 你就会把目光投注在他的蟹爪枝上面 可是如果一般的参观者 我就会建议先从他的装表下手 如果大家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或者是美国英国的博物馆 当我们在看中国卦轴绘画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习惯他的装表是很淡的颜色 可是当我们看到图碑科斯图的时候 你第一眼根本不知道你是要看表林还是要看画作 因为这幅画的表林的颜色是很丰富的 他跟传统我们所谓的中国表那种很淡的表林是不一样的 中国表的表林虽然淡归淡 可是他上面的纹路还是有的 日本表就是颜色很抢眼 他上面的花纹很明显 独卑科斯图的表林采用双色的领布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一幅作品的最上面有两个飘带 这两个飘带叫做金艳 惊吓燕子的意思 当我们在看挂轴绘画的时候呢 在最上面我们会看到两条线条 这两条线条他也叫做金艳 我一开始在看中国绘画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最上面这两条要叫做金艳 等我第一次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他们所收藏的中国绘画的时候 我就恍然大悟 当中国书画的装表方式传到日本之后呢 日本就完全的保存下来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在中国历朝历代 文人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装表自有修改的 所以啊 当大家在看里程跟王小和惠的独碑刻字图的时候 一定要看最上面的经验 原因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画幅的作品 是挂在宅子里面所谓中堂的地方 因为中堂是拿来会见客人 所以你就会希望在你会客的地方是有很气派的画作 所以这幅画它确实挺气派的 因为它的高125公分 而且我讲的125公分只是画星的部分 如果你再把上面的装表加上去的话 它其实是一幅超过两公尺的作品 这种画挂在中堂上面的时候呢 这两条飘带就会发挥很大的用途 因为中堂有天井 所以鸟类骑就会飞进去 当有风在吹动的时候呢 这两个飘带它就会动 就像是在田里面插上一个稻草轮的用意是一样的 当鸟类看到有东西在飘动的时候呢 它们基本上就不会去停靠挂画的地方 所以大家想要知道经验的用途 就一定要来台北故宫去看这一次的大版展 因为里面有好几幅都是日本表 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推给更多朋友 因为艺术品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必须要听这些很有梗的中国艺术品发声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